各位好,今天是5月10日,星期五 今日市曾經上升高位,下來一點點 要留意的,好嗎?要留意 今天由於升了上去,所以很多都升了上去 升的板塊是多一點點的,包括一半 我會看看有哪些板塊是升了呢? 排名的五個板塊裏面就是保險、地產、交通絕施、子龍、電信服務 保險會好就是因為都已經說過了 因為A股是好了,保險方面很多產品跟A股有相關 因此投資回報自然就會好了 因此地產方面很多人擔心中國地產死了就死了 要迷失30年了 香港A股就會輸30年了 不是,阿爺有很多古怪東西招出來救那些地產東西的 這就是要看看 我所謂的古怪東西是 會就著中國的消費者的能力 去推動地產業 也就著地產佬負債的淒慘情況 而予以一些適度的扶持 對於適當的企業作出適度的扶持 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認為日本是這樣 所以中國也會這樣 很簡單 有人吃了一塊肥豬肉下去 就不會是兒子的 消化能力好 有人吃了一塊肥豬肉下去 然後就生病了 為甚麼? 大家內部結構不同 不可以是同一塊肥豬肉去做 當然 肥豬肉是一定有一點對身體不好的 意思是過多肥豬肉是一定不好的 但有人受得,有人不受得 有些人是蜜糖社 對某些人來說是毒藥 這是需要留意 分區分開 不要以為這是鴿的毒藥 對於穴也是毒藥 不是這樣看法 我們看看 然後再做個保險 保險方面 全部都是大牛龜 全部都是有頭有面的 這樣上升的話 這個辦法是 堅鳥上升 所以真正留意一下保險行業 地產方面 這些就是 很細小的東西 所以地產不是真正叫做堅鳥上升 只不過這個怎樣? 升了 五千九 增加了140% 你買呀 給你買到100萬股 你會增加到多少呢? 我給自己賺盡 其實只賺了6個仙 100萬股的6個仙 對不起 可能做完之後 虧了手續幣 再跟著 交通 亦都這樣說 交通是不是 硬的交通來的? 是有頭有面的交通股來的 交通股 反映了 經濟的活躍度 所以為什麼在4月份 出口會變得更好呢? 是嗎? 其實這個是跟交通方面已經知道的 我這裡已經說了不止一次 每次都會說一下 紙和林業產品 這些都是細小的紙 除了九龍子業之外 這個情況之中 我們會看看 其他大的紙 這些都是 陽光 造子業 反映了怎樣? 這些細小的紙 影響到大一點 這些都是大的 造子業 反映到什麼呢? 反映到 在工業用的紙方面多了 包裝等等 所以 一定是會對 出口好了之後 這個應該可以好到 6月左右 只要你4月有出口多 5月有出口多 如果這些紙 跌下去 反映出口可能不太好 如果繼續升上去的話 就出口比較好 另外電信服務 很簡單 電信服務很簡單 因為大鱱龜也有出口 中軟通 總電信 中信國也有出口 又有出口 所以大鱱龜起得了 這代表了 這個板牌正是 上升 好 我們看看 其他個別的板 今天這位不錯 一片紅 建設金升了6% 糟糕了 我自己有些戰爭陣紅,不知道出不出貨 這裏我沒有介紹過,我只是在這裏這樣說 好了,再次我們看看我們有些什麼東西 要先看看這個,這個先 這裏就是這樣,升了上來 要留意這件事 今天開始是187 現在是188 收市今天下午市,不要再做大約接近187 否則這個就會成為一顆十字星 作為一個十字星的話,可能是一個見頂的信口 要留意 當然,如果這個下影線是長的,就沒有問題 如果到時升上去,這個縮下來,就十字星了 就出現這個,下影線都會是,上影線都會是長的 即使好像這裏 這裏 現在這裏像的樣子 或者是這樣的形態 那就不好了 要留意下午是怎樣的 好嗎? 下午我不知道 這個要看看吧 好啊 再跟著看看 哎呀 整個都去了這麼快 今天可以留意什麼呢? 留意交通方面 中外雲 可以留意交通 對 這裏像的 感谢观看